注意小侦探 爷爷的秘密宝物 我的名字叫小凯 我现在正要去爷爷家玩 爷爷是个侦探 到目前为止 侦破了很多的案件 爷爷 爷爷您的脚怎么了 我为了要去修理漏水的屋顶 一不小心滑倒摔下来脚就受伤了 不要紧吗 医生说要好好的休息就没问题了 哦 爷爷的眼镜坏掉了耶 从屋顶摔下来的时候摔坏了 没有眼镜的话就没有办法看报纸了 其实我还有一副眼镜 放在哪里呢 我放到哪里去了呢 好像是放在阁楼 我去帮爷爷找找看 那就麻烦你了 这里就是阁楼吧 电灯的开关在哪里呢 这是什么啊 爷爷 找到了吗 没有 但是我在阁楼上发现这个东西在闪闪发光耶 这不就是IC注音学习机吗 哇 好怀念啊 IC注音学习机 这是我年轻时使用的工具耶 它可以帮我找出破案的线索 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 只要描写上面的注音 如果学习机有反应 难题就可以解开了 可是我没有写过注音耶 对了 如果操作这个学习机 说不定可以找到眼镜哦 我知道了 我来写写它 那拜托你了 嗯 是学习机选择了小凯啊 嗯 先在这里试试看 好的 这是描写注音吧 诗 书房的诗 诶 不是吗 诶 是指浴室吗 诶 嗯 嗯 啊 I see 注音学习机 注音注音 厉害的学习机 注音注音 小镇探最爱的 注音学习机 小镇探最爱的 注音学习机 厉害的 注音学习机 找到了 在这里 I see 注音学习机 写开谜题了 谢谢你小凯 看起来 小凯也很适合 做侦探呐 这样好了 你要不要来 做我的助理呀 啊 你找到学习机的时候 它是不是正 闪闪发光呢 嗯 看来 是学习机 选择了小凯啊 反正在我的脚 康复之前 也不能活动 你要不要 接下这个工作 嗯 觉得如果有 学习机的话 好像可以挑战 看看 嗯 哈哈 嘿嘿嘿嘿 十二月号 小朋友就可以拿到 IC注音学习机 和学习卡咯 小凯也要 成功 宝宝 通过 金 我 还有